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同学们好 那我们今天来学习什么呢 请看我身后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那是小生出几何重点考察内容当中的五大模型 当中的两大 分别是我们三角形等级变形 还有我们的共角模型 那看到几何呀 那屏幕前有些同学就非常害怕了 我相信一定有同学人对几何是非常的反感 或者说觉得老师几何太难学了 他比数量比星辰还难学 有这样的同学吗 有 但是不是很多 那么几何呢在我们小生出里面 它是一个必考的内容 那几何呢 它的分类呢 根据不同的分法有不同的分类 比如说我们今天来讲的是五大模型 其实就是我们几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OK 那五大模型是哪五大呢 同学们还能数得出来吗 当然了 有同学到老师我们在面上班 或者在其他地方学的不叫五大模型 叫六大模型 或者四大模型 没有问题 这几大模型 其实呢是看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定的 我们这里常说的五大模型包括什么呢 包括比如说我们的三角形等级变形 有时候也叫共边模型 还有我们的共角模型 看到哦 这有两个了吧 再加上我们的燕尾 蝴蝶 还有沙漏 金字塔这些 就是我们的几何五大模型了 那今天我们来学习其中两大好吧 其实呢我们以前是学过的 今天我们直播是呢 再拿出来 再系统巩固一下 总结一下 梳理一下 OK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内容提要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叫做鸟头模型 其实就刚才我们说的共角模型明白吧 因为它长的跟鸟头非常的相似 它为什么不叫猪头模型呢 当然了 你要非说它猪头也没有关系 那猪的嘴是尖的 是吧 好那同学们 我们呢 鸟头模型呢 常见的有四种 OK 有四种 我们先足够来回忆一下 好吧 我们足够来回忆一下 第一个最常见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了 同学们 我们来look一下 就是这个 比如说给它字母 A B C D E 好了 同学们 这里的一个鸟头就诞生了 也叫共角 同学们看 三角形A D E 跟三角形A B C 有个公共的角 谁啊 A A呢是共角 那么这个三角形上面这个小的和整个大的它们的面积呢就可以用共角定理来表示出来 嗯 是什么呢 那就是啊 共角三角形的面积比等于两夹边的成绩比 也就是说三角形ABE ADE的面积是上面这个 比上整体ABC的面积啊 嗯 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个比整个面积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看一下 对于这个共角来说 那么 对小三角形它共角两边是不是AD和AE 嗯 所以说就是AD 乘以AE OK 嗯 好 对于我们大三角形ABC来说 共角A的两边是谁啊 AB B和AC 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AB乘以AC的 这里呢 非常好记 就是说 只有共角的两个三角形 这两个 它们的面积比 明白什么意思吗 嗯 就等于共角两夹边的成绩比 你看 共角两夹边就AD乘以AE 对大来说呢 就是AB乘以AC 对不对 嗯 好 那么这个呢 我相信同学们已经非常熟练了 但是 可能你们老师当时在给你讲的时候 没有告诉你这个共角定理 为什么它满足这样的关系 也就是说没有给我们证明对不对 对 那今天呢 我就简单给同学们证明一下 希望同学们对它更加有信心 好不好 好 下面我们来简单证明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只要把下面这个四边形 加一条辅助线变三角形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我连接BE 同学们看好了 我连接BE 那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对这两个三角形 看到了吗 嗯 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啊 其实是不等于这条边比这条边 对 而这个小的 这个三角形 比上AB1的面积 是不等于AD比上AB 嗯 好下面我就写了 好我写了 就是A D E 比上什么呢 比上A B E 好同学们看好了 就 A D E 比上A B E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就共同的高 是不是 有共同顶点E啊 那么他们的面积比 就是底边的比 就是AD 比上AB 好 就是AD A B 好了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呢 我再看一下这整个三角形A B E 和哪个呢 和ABC的面积比 好了 ADE 就是 A D E 比上 A 哦 ABE 说错了 ABE 和ABC C的面积比 就是 A B E 比上A B C 好 那么它面积比应该等于谁呢 是不是AE比上谁啊 比上AC 嗯 能看懂吗 能看懂吧 好 现在我把这两个式子啊 一相乘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上面的结果了 来 在这里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乘这个 同学们看到了吗 那么 ABE再分母 这个ABE再分子 是不是就约去了 约去了 其实就变成了ADE比上ABC 是不是这个 嗯 刚好等于这两个相乘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两个也相乘 嗯 而这两个相乘是不是AD 分子乘分子 AD乘以AE 就变成 然后分母乘分母 就AB乘以AEC 是不是就这 对 是不是证明了同学们 对 那么这个你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吧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种鸟头 下面我把它清空一下 我们来介绍第二种 好吧 这个认识了吧 嗯 好下面我们来清空一下 那看第二种 第二种是怎么样的呢 跟它非常类似 只不过是我们的共角啊 有点悬 我们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是这个样子的 好给它起名字 A B C 哦 写那个了 好 画错了 好画它有点不标准了 嗯 好是这样的 好 就是A B C D E 好 那同学们 现在我们这两个三角形呢 也叫共角三角形 因为这两个三角形啊 有共同顶点A 而且这个角加这个角 刚好是180度 180 我们把这种情况 也叫共角三角形 那么它们的面积比呢 是不是应该也有什么呢 对于这个角来说 这个三角形来说 是不是AD x AE 嗯 对于大的三角形ABC来说 是不是AB x AC 那我就写在这边 好 那就是什么呢 三角形AED的面积 比上ABC的面积 是不是共角 嗯 等于共角两夹边的成绩比 共角两夹边 对于AED来说 AED来说 AED x AD 好 AE x AD 是吧 嗯 另外对大的来说 是不是AB x AC 是吧 好 这个呢 我也简单跟同学们证明一下 好吧 这样连接DC就可以了 我连接DC 同学们看好了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OK 嗯 可以吧 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是不是A1比上EC 嗯 那么 如果是用它 比上这整个呢 就AED 来我写在这 就AED 比上ACD 应该等于谁呢 等于AE 比上谁 AC 是不是 嗯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跟整个比出来了 然后我再用这整个跟它比 这整个是谁啊 是不是 A C C D 比上ABC ABC ABC 应该等于谁呢 就这个比这个 是不是应该等于这条 比这条 比AB 等于AB 比上AB 好了 我又把这两个式子啊 一相乘 同学们来看哦 相乘的话在我就不写了 你看它是分母 它分子两个约去的吧 嗯 就相当于AED 比上ABC吧 对 你看是不是AED比ABC 对 那这两边是不是也相乘呢 对 就分子乘分子 A1乘AD 变那边分子 分母呢 AC乘AB 是不是就变那边 嗯 是不是证明了没有同学们 是 这个你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了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种鸟童 我们还有另外两种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可以清空了吗 可以 可以吧 好同学们你要是觉得想记下 你可以把视频暂停吗 OK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种 下一种呢 下一种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画一下 好我随便画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呢 我给它起名字 比如说这是AB B C B E 好 这两个三角形呢 有共角是很容易理解吧 嗯 因为这两个三角形是不是 这两个角是完全相等的 对 对顶的是不是 我们在上了初中和高中以后 把它叫对顶角 顶对顶 明白吗 嗯 那不叫对头角啊 对顶角 那么这两个角呢 就叫共角 那么相同的 我们就是两个三角形面积的比 就ADE啊 比上ABC 是不是等于共角两夹边的成绩比 等于谁呢 对上面来说 是不是AD 乘以AE 是吧 对 对于下面来说 是不是AB 乘以AC 是吧 好 这个呢我们也是可以证明的 那么我们怎么证明呢 我们就要连接这两边的线 把它补上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来补一下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 是不是等于这条 比这条 嗯 好现在我来比一下就是ABE 比上什么呢 它比它是不是ABD ABD 是不是 嗯 好应该等于谁呢 应该等于AE 比上AB 是不是 好 那完了 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注意看 这个跟这个的比 这两个的比 等于谁呢 就是ABD 是不是 嗯 ABD 比上ABC 对吧 AB 好了 C 应该等于谁呢 它比它是不是等于这条比这条 就是 AD 比上什么 比上AC 然后我再把它相乘 你发现是不是又一起一样了 嗯 我们看一下 你看相乘它分子 它分母 它分子是不是约去了 约去了 约去了 是不是ADE比ABC 嗯 然后这两边相乘 是不是AE乘ED 这边是不是AB乘EC 是不是又完了 对 这个是不是又证明完了呢 嗯 好了 我们已经把三种的鸟头呢 都证明完了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种 第四种呢 它啊 比较少见 但是 也偶然 它会出现 对它的证明呢 在这里 由它证明呢 比我们前面几种都要复杂 所以说在这里 设计老师呢 就不跟同事们讲了 你也不需要讲我 好吧 我们看一下第四种 第四种是怎么样的呢 跟刚才我们的第三种类似 它是这样子的 说呀 有两个三角形 它是这样的 我先画完 同声别着急啊 我先画完 比如说 是这样的 好 是这样的 好了 比如说 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这是A B C D E 我们把这两个三角形 也叫共角 诶 老师 它们也 不跟前面一样啊 对呀 其类似 这两个三角形是否有共同顶点A 嗯 而且这两个角加起来是不是刚好是180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旁边都是直角 对 因为旁边都是直角 加起来是180 那两个加起来应该也180 因为一周刚好是360度 是不是 嗯 那同学们这里呢 自然也满足 共角三角形的面积比 就等于两夹边的层级比 就等于上面是 A B 乘以AE 是不是 那下面就是AB 乘以AC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种情况 嗯 同学们在这里 你明白了吗 明白 这种情况呢 我们不需要理智证明 因为它证明起来呢 有点复杂 OK 好 那现在我们这四种呢 就呈现了 那下面我们来进行的总结一下 那什么呢 两个三角形中 有一个角相等或互补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 就叫做共角三角形 明白吗 嗯 那么它们所形成的定理呢 叫共角定理 如果它长得像鸟头 我们把它叫鸟头定理 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鸟头定理的核心内容就是 共角三角形面积比 等于共角两夹边的乘级比 是不是 嗯 好 它有这四种情况 在这里呢 有空间有限啊 我不能写太小 我给出了第一种 第二种和第四种 是不是 嗯 第三种呢在哪呢 第三种在我们这里 刚才施行老师是不是说过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种 同事们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吧 嗯 那么它们都满足这个式子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句文字 所体现出来的 OK 我们这无数次证明了 是吧 嗯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叫共角模型 那同事们你听明白了 请举手 嗯 好了 大部分同事都听明白了 我看到了啊 嗯 我们就有个软件能统计你能有没有举手 我们很先进啊 好 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三角形的等级变形 有时候也把它叫做共边模型 共边模型啊 是我们几合五大模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 也是考的最多一个 这个想引起同学们高度重视 它很简单 但是很重要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引进两条线 AB和CD是平行的吧 嗯 那么三角形CDA 跟三角形CDB呢 它就等底等高 面积是不是相等了呢 对 所以叫等级变形啊 那老师等级倒是等级了 面积相等了 没变形啊 谁说没变的 你发现三角形CDA啊 这个三角形CDB 底边不动 A点是不是相当你移动到B点就来 嗯 移动到B点就变CDB了 如果你再移 比如移到这点来 一点来 再移 同时你发现 诶 这个三角形CDB 面积是不是跟你前面两个也相当 是形状不相等而已 OK 这就是传说中档 等级变形 随便你动 在地上随便动 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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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你动到哪去 动动动动到不要动了 W动到这来 都没有问题 从这动到长安街去 都没有问题 OK 好 这就是我们的最基本模型 当然呢 我们考试 几乎不考这个 非常的枯燥 对不对 对 我们把它引进三角形里面 三角形等级变形吗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内容呢 刚才我们就说过了 进到这里面来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呢 同学们知道 它们呢 有共同顶点A 那么它们是不是有相同的高 对吧 有相同的高 那么它们面积比 就等于底边比 BD比CD的吧 对 是不是 好 BD比CD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好 就得到这个了 是吧 好 这个简单 但是用起来可以千变万化 但是 万变不离其 图 不离其图 我们呢 只要认真把握 就没有问题了 那同学们 我们的内容题就讲到这里 一会儿回来咯 我们再见面咯